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刚刚讲那个 刚你们有看到那个 那个单车片有没有 单车突破片有没有 你看人家 人家彭于燕他骑单车就是破风 啊我骑单车就是痛风 你们连接着在骑单车都全力冲锋 其实我们老人家骑单车就是那种 吹吹风而已啊 其实就是运动心肺功能 让自己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 这样是最好 我们年纪大了 最希望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不要造成小孩子的负担 这是最棒的 那其实讲到脚踏车 我儿子那天有问我说 爸爸 你知道 如果有一个人骑脚踏车 然后他跌倒 他脚肿起来的话 会变什么吗 不知道 会变种族歧视 脚肿起来种族歧视 这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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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啦 那 有个男生喔 他问女生说 欸 你知道我们男生为什么要吃维尔钢吗 对 那女生说 嗯 我想不出来 对 就是 你答对了 你答对了 好 这个OK啊 这可以啊 好 好 对 你答对了 嘿嘿嘿 好啦 嗯 嗯 嗯